Hello大家好 我是爹瓜大 今天我们不讲食人1打架 也不讲食人1跟别的EPK 我们做一下开箱 为什么呢 因为我 充暖化开了 我又买了一只鱼杆 这个鱼杆是什么 焊顶的 他搞活动我买的 我还没有打开 我也不知道里边是啥东西 咱们先打开看一看 就重细的开箱 测评的话我也不是个个 因为我也不懂 但是 虽然说我有十几年的钓鱼的经验 但是我对这个鱼杆还真的不是太了解 但是也能差不多看出来一眼好不好 坏不坏 这是啥 这还送了个东西 包装这么漂亮 我还以为是一盘馅的 谁知道我打开 确实是一盘馅 是双好的一盘馅 我以为是只有馅 这也不知道是 是几米的 反正 一样看上去 这像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就是包装还挺好 7米2的 7米2的 我买的4米5的杆给我挖个7米2的什么味 啥也没有 别万一掉出来个奖刀把我羊给砸掉 就王头就炒了 这个 这写的是合格阵 汉顶一号三代的 4.5米碳树杆 4.5米的 这包装袋 属实是 哎呀 不愧是 其实我还想买这这盘确实不行 它听见的声音 太脆了 这能钓鱼吗 我都发现 哇塞 弄出来 倒是 倒是还挺好看 我看看后边里边 先看看它这个配重 有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配重 还行 不过 我看它这上面写的就是啥 有焊顶才叫钓鱼 难道我没有焊顶 我就不叫钓鱼吗 太能扯当了 二八钓的 我买个二八钓的钓鱼 这包装是个什么鬼我看不懂 为什么要把这 这是不是有受伤了 它给我包扎了一下 还有这个 手把你这把包就包了 还轻微可重 拿着保鲜袋 怕发霉吗 为什么要拿保鲜袋藏起来 它肯定是这个钓鱼保质器怕发霉 把它干堵 挺紧的 这儿还有一个小LOGO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掉出 掉出红包了呢 原来掉出了一个泡沫头子 确实挺硬的 确实挺硬的 看这个是几节的 一节两节 三节四节 五节 五九四米五 一节是九十公分 这钢子 属实是还行 它最起码就这么弄出去 就这么打出去以后 它没有下锤那个脚 还是直溜溜的 硬邦邦的 你老司机可不敢想歪啊 别听见硬邦邦的就想着别的事上了 我现在有三米六的 两米七的 四米八的 六米三的 七米二的 五米四的 五米四也是一个特别软的杆 下半段买个五米四的 现在就缺一个四米五的 现在这边四米五的也配齐了 虽然说不贵吧 但是我去也钓那些小鸡撬嘴啥的 是基本上能满足了 说起来了 我还买了个泡台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泡台是 买的 虫水就是王独独操了 太软了 九块 不是九块 七块九包油 两米四的 那是真操的 软的跟个面条似的 软啪啪的 刚才那是硬邦邦的 这是个软啪啪的 为了便宜 你看这 这初期估计 玩不上几回就 卖废品都不知啥钱 还给我说的什么加厚加粗 还增大增长啥的 什么玩意这些 算了 今天反正就这两个东西 还有个线 7米二的 我不知道呢 那客服咋给我发的 我要的四米五的杆子 你就给我发个四米五的线就得了吧 还发个7米二的 可真想的是真周到 好了 今天到这也就结束了 我是第花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